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这群众中冒了出来 他们走南闯北 不为别的 就为一个字 吃 这个字对他们来说有多大的诱惑力呢 搭上终身 他都不为过 对吧 前段时间呢 在北京就有个男孩子 他在火锅店呢 用这个肥牛卷做成鲜花 向自己的吃货女友求婚 那结果您才怎么着啊 成功了 而且呢 人家求婚的表白 他不是什么我多么多么爱你 绝对不离不弃之类的 而是 你爱吃肉 我供你一辈子 越来越胖 我也不在乎 我愿意陪你吃遍整个世界 您听听 这就叫舍打七寸呢 正中下坏 怎么样 有个吃货女友不错吧 好红 不过呢 您要这么说啊 有个人哪可就为难了 说 俺家媳妇也爱吃啊 可可可 可俺既不能陪她吃 也不能由着她吃 哎呦 确实痛苦啊 听到这儿呢 肯定有观众要说了 说吃点东西 那怎么还痛苦上了呢 太夸张了吧 话别说的太早 换成您 估计也得痛苦一番 怎么呢 听今天的故事 眼前您看到的这个地方啊 是湖南衡阳县锦头镇的人志村 刚才说痛苦的人呢 那就住在这儿 您瞧 就是这位啊 彭松柏 他家那位爱吃的媳妇呢 就是他 黄布香 那么黄布香 他究竟爱吃什么 让自己的老公为难的呢 您听好了啊 他爱吃 土 您没听错 就是咱们每天走在路上都能够看得见的 土 怎么样 吓你一跳吧 你说好端端的一个人 他居然爱吃土 哎 还不是一点一点的吃 而是一整块一整块的吃 说到这儿呢 咱们得先说一个问题了 什么问题呢 土啊 他到底能不能吃呢 当然啊 咱们现在呢 肯定那是没谁吃土 可在旧社会和这个三年困难时期呢 穷人家清荒不接或者是灾荒年间 没办法 为了活命 他只能吃土 而且呢 他们吃的呀 它是一种特定的土 叫观音土 把这种土 你和上一点菜梗菜叶什么的 最好呢 再有点杂粮 做成土饼吃下去 这观音土啊 大概是咱们听过唯一能吃的土 但是你说这种土 它真的能吃吗 事实上这玩意儿 它也是不能吃的 它影响排泄 以前呢 就有人呢 他因为吃多了观音土呢 被活活胀死的 只不过当年呢 因为要添肚子啊 而这种土呢 又比较细腻 它容易吞咽 那结果呢 有人就误以为 这观音土能吃 简单说 土都不能吃 没法消化 可是 你说这黄埔香 它不光能吃土 还是一整块一整块的吃 这又是怎么回事儿呢 说到这儿呢 有人要说了 说怎么回事儿 这还用问吗 炒舵出名呗 您这么说呢 确实也正常 为什么呢 来看这个 这是一对情侣 在张家界 宝峰湖景区呢 他拍摄的婚纱照 那本来呢 要结婚的情侣 你到室外 找个漂亮的景区呢 拍拍照 那也没什么 可问题是 俩人啊 他都是赤条条 几乎他就没穿衣服 说白了 他就是裸体婚纱照 那说是 为了表达 纯粹的爱情 反正黄宇是年纪大了 不知道这爱情的纯粹 非得这么表达 总之 后来呢 这些照片啊 在网上被疯传 这一对情侣呢 也迅速出名了 那接下来的剧情啊 那估计您得大跌眼睛 人家这一对啊 压根他不是情侣 这男的他就是个模特 活出位 女的呢 负责配合 俩人之前 根本就不认识 那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 吵作 出名 您看啊 总有一些人 他为了出名 花招百出 甚至是不惜地素 那么 黄土香吃土 他会不会是 故意整出一个 吃土的怪事 以其出名呢 这种分析呢 在很多人看来 还真挺有可能 为什么呢 您看这黄土香的 这个衣着打扮啊 再看看他这个家 那不用说 缺钱呢 而且呢 他还不是一般的缺钱 看得出来 必须得赚大钱 才能够彻底改变 家庭现状 那怎么才能够赚大钱呢 那不就得先出名吗 有了名 来钱 那当然快呀 没错 有了名 他就是来钱快 前阵子 有个新闻呢 真是让人羡慕的 直掉眼珠子 怎么回事呢 您瞧 这是一个电视台 搞的公开拍卖 出价的人呢 还不少 谢谢 十八号 七十九号 两万五千 再几百三万 三万五千 四万四五千 十万十号 十一万十一 十一号 十二万十九号 那这是在拍卖 什么名贵东西呢 字画 磁血 童童都不是 那是什么呢 哎 估计呢 你想破脑袋 你都想不出来 一件二手的军打衣 咱且不说呀 现在市面上 一件军打衣呢 不过百八块钱 这还是个二手 那怎么会有这么多人 抢着买呢 原来这件军打衣的主人 他是朱之文 听得熟悉吧 就是那个上过春晚的 大衣哥 没出名的时候 穿的他就是这件衣裳 对吧 出名了以后 人家自己说的 原本三十块钱的军打衣 卖出了五十一万八的高价 您看 这就是名人效应 那么吃土这件事 有没有让黄埔乡出名呢 还别说 因为吃土这事呢 黄埔乡在当地啊 那还真是小有名气了 就在那里 这里还有这个一法利路吧 有一法利路 在那山下面是吧 就在那个山下面 那个很多房子 给你那个土决房 怎么样 因为吃土这事 黄埔乡呢 出名了 可问题是 他吃土 那真的是为了出名吗 有人不理解 为什么呢 出名有很多方法呀 可吃土这种办法 那实在有点恐怖啊 咱们说了 土啊 都不能吃 弄不好 那会死人呢 再说了 这黄埔乡吃土 他又好像不是在表演 怎么呢 您说这事奇怪吗 人为了出名 表现出一点勇气 说看看 我能吃土 在人多的时候表演一下 这可以理解 可是那黄埔乡啊 他不一样 他是每天都吃 还有一点 让人听起来 那就更悬了 怎么呢 在过去的几年里啊 您才这黄埔乡 吃掉了多少土呢 据说呀 他丈夫呢 给估摸着算过 说大概吃掉了 好几顿的土 这个袋子来装的话 可能要装两 一天要装到两袋 装两袋 差不多有两斤了 有没有 一天可能要切到 两斤到三斤 一天他就能够吃两三斤 哎呀我的乖乖 那这些土从哪来的呀 都给他挖的吃掉了 吃掉了 那不吃了蛮多啊 他吃了 这是离黄埔乡家啊 不远处的一个小山包 你明显看得出来 这里呢被刨出了一个大坑 那据这彭松柏说呀 说这里挖出来的土啊 大部分的都已经进入了 黄埔乡的肚皮 哎有的时候嘴馋了 他来不及上山刨 那就抠家里的土墙 您瞧这一个个的洞 那要不是彭松柏 及时发现 估计这房子 那都得给吃塌了 那您说一个人求出名 有必要这么拼命 吃这么多土吗 哎 这种种迹象啊 好像都表明 黄埔乡吃土啊 他不是为了出名 可问题是 你说一个好好的中年妇女 人也挺正常 他为什么要吃 大家都知道 不能吃的玩意呢 这里面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呢 怪异妇女竟然以黄土为食 吃土十年 房子竟被他吃成威坊 后山被他吃出一个大坑 他大快朵移的黄土中 究竟隐藏了什么秘密 记者调查 又能否找到吃土奇人的原因所在 将军卫视经典传奇 正在为您解密 上半节说到 湖南衡阳啊 有个名叫黄埔乡的中年妇女 啊 很奇怪 每天都要吃土 那至于他为什么要吃土呢 起初啊 大家以为呢 他就是想出名 赚大钱 故意另类 但是呢 在调查中呢 我们发现情况呢 并不是这样 就跟咱们一天吃三餐饭一样 这土啊 那就是黄埔乡的饭 而且呢 人家还挺讲究 首先呢 必须得是干净的黄土 其他地方泥巴吃不吃 这些地方他不吃 其他地方不吃 就这把这里的泥巴吃 是这种干净的黄土 接着呢 得烧起一堆火 然后呢 把这黄土特然 一个一个的丢进火里 哎呀 看那样子呀 跟咱们烤红薯 那大概过了二十分钟的样子 黄埔乡的麻利的 把这些冒着热气的泥块呢 从火里取出来 看样子呢 他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 什么味道啊 这是 你 什么味道 这个 这个 这东西 吃什么味道 什么味道 好不好吃 这个 那这会黄埔乡 哪还顾得上跟记者交流啊 自顾自的 大块多一 只用了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一整块黄土 就被他吃的干干净净 哎呀 乖乖 刚才这几块黄土 少说也有半斤吧 没想到三下五初二 他说吃呢 还真就吃完了 还真吃的挺香 可是 这会是真的吗 说实话 就算亲眼所见 在场的人呢 还是没人感性 毕竟这是土啊 有人怀疑 说黄埔乡吃土 很可能用了障眼法 那什么是障眼法呢 哎 大家都看过变魔术 其他的人呢 咱们就不说了啊 就说春晚一夜走红的大魔术是刘谦吧 说这魔术技巧 其实呢 大同小异 可其就其在 人家擅长的是近景魔术啊 就是在你眼皮子底下耍花招 你还看不出来 这个呢 那就是障眼法 那么黄埔乡吃土 那有没有可能也用了类似的手法 骗了大家呢 哎 咱们来看看慢镜头 注意看啊 一口 又一口 哎 整个过程 他真的看不出任何作家 那么这就是说 他吃土 他确实是真的咯 事情到这儿 还是有人不信 有人怀疑 说有没有可能 其实他吃的土啊 他早就做过手脚 或者说 说会不会 他吃的其实不是土 而是做成了黄土一样的某种食物呢 咱们刚才看见他烤 那也是一块一块的 说不定这里面包的 那就是其他什么吃的呢 哎 为了一探究竟啊 咱们还是从原材料下手 跟着黄埔乡呢 去刨山挖土吧 很快 咱们就来到了这个啊 被黄埔乡挖了一个大祸口的 这个小山包边上 看着他拿锄头啊 把这黄土呢 一块一块刨下来 他那样子呀 就好像看到了什么人间美味 而且您瞧 跑下来特别干净的黄土 黄土像馋的呀 迫不及待 立即就塞到嘴里了 那其余的呢 用这编织袋装好 带回家 供日后享用 奇怪啊 难道这黄土还真是别有一番疯味啊 咱们记者呢决定亲身体验一下 看看这黄土究竟是什么味道 给我试一下 这种东西可以吃啊 好不好吃 好不好吃 给我试一点 我试一点啊 吃了嘴巴里 本来我还想尝试把它咽下去 结果发现一到嘴巴里根本就没办法下咽 除了眼泪吃的就帅了 同样是土 别人都难以下咽 可这黄土像却吃的是津津有味 还这么开心 哎呀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哎这里呢洪雨呢要补充说一下啊 关于黄土像吃土啊 其实呢很多人都求证过 当面吃 当面验证 但是呢 没有人发现他做过什么假 以至于知道他的人啊 干脆就怀疑 说这个女人呢 很可能有特异功能 为什么呢 不可思议啊 别人吃土啊 吃不下 他就吃的这么香 那没有特异功能 他又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呢 那么黄埔箱能吃土 那真是有特异功能吗 很快 这事呢就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专家决定啊 用医学的手段呢 来破解这个谜团 那么具体怎么破解呢 这一天呢 咱们记者就带着黄埔箱 走进了衡阳市中心医院 专家说呀 说必须首先确认呢 他是不是真的吃了土 那刚才呢 咱们说了 像变魔术的高手 会障眼法的 只要动作够快 普通人他就看不出 他是不是真吃 但是呢 用医学仪器检测 那就不一样了 好 X王监测 开始 在医生的嘱咐下呢 黄埔箱呢 把土放入了口中 这时候呢 从显示屏上呢 能够清晰的看到 土啊 真的被黄埔箱呢 给吃了下去 哎呀 这就再次证明 黄埔箱吃土 他没有任何作假 是真的 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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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条 刚才下的一条 下的一条 对对 这有一条 这有一条 这一条 你看这有一条 这一条 黑一点的 哦 那一条就是 那就是石头是吧 对对 就是这一条 就是这一条 来来来 看到没有 来来来 来 这一条 那是到哪里去了 到位里 哎 土确实被吃下去了 不用再怀疑 可问题是 面对这种情况 专家就觉得 更加不可理解 怎么呢 从医学角度说呢 哪些东西能吃 哪些东西不能吃 那成年人的大脑呢 已经形成了固定的认识 那如果再把土 这种不能吃的东西 你放进口中 大脑立马 他就会产生 恶心呕吐的反应 那就是拒绝接受 那这是条件反射 很难人为掌控 那除非是受过专业训练 他具备超强的意志 否则呢 这种反应 他就没法避免 那么 黄埔乡 他为什么没有这样的反应呢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 他身体的基本体征 是正常的吗 那样的心跳是不是正常 重的什么 骗高了一点 一层骗高了一点 刚好达到正常 达有95岁以上 心跳骗高了 血压呢 血压还可以 100到80 100到80 就是正常 是正常范围 就是心跳有点 其实像老年人的话 像他这样的 都还是可以的 一般的话 就是60到80 60到100 听见没 一切正常 那按说长期吃土 这肠胃呢 肯定会受损呢 可摆在眼前的事实 确实 他没事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难道他的肠胃 跟别人的他就是不一样 有人说了 说这个还真难说 怎么呢 说一件事 江苏树阳的金广英 一辈子 没病没灾 可77岁那年呢 老太太 却经常莫名其妙的 感觉到头晕头疼 后来呢 还发展到 动不动 他就昏死过去 那一开始呢 医生以为这是脑瘤在作怪 就给他做了开颅手术 没想到 从金广英的脑袋里 医生竟然取出了一颗子弹 这子弹 怎么跑到脑袋里面去了呢 老太太呢 回忆了半天 才想起来 他13岁那年呢 确实被前来扫荡的 日本鬼子给打过一枪 只不过呢 当时所有的人 包括金广英自己都认为 这子弹呢 是擦着他的眉毛飞过去的 他并没有中枪 而医生就分析了 其实当时呢 子弹已经打进了金广英的脑袋 只不过呢 这颗子弹呢 他停在了大脑里 一个叫裂液的部位 而这金广英的裂液 这个地方呢 跟其他的人 这个部位比起来啊 神经和血管 他要少得多 对人体的影响 他也小了 这才创造了金广英脑子里面 带着一颗子弹 还渐渐康康 活了六十多年的奇迹 那您看 这就是人体啊 奇怪得很 里面构造啊 大部分他都差不多 但有些人呢 他就是有点不一样 那么黄补香吃了这么多土 他却没事 那会不会是 他消化到的这个内部结构 真的跟常人不一样呢 因为吃土 他被前夫抛弃 因为吃土 他被族人歧视 究竟是什么 让他仕土如命 又是什么 让他吃了十年的土 安然无恙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正在为您解密 上街说 吃土怪女人 他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针对他每天吃一大块土 十几年下来呢 人却没事 那专家就怀疑 这个女人的肠胃啊 很可能跟别人不一样 那什么地方不一样呢 哎 这当然呢 还得先检查 很快 检查结果就出来了 那黄补香的肠胃 他到底哪 他跟别人不一样呢 告诉您 检查的结果呢 真的让人很惊讶 怎么呢 因为 他的肠胃啊 真的跟普通人 哈哈 没有任何区别 很普通 您说让人惊讶吗 同样的肠胃 别人吃一点 他都受不了 可他吃了十几年 他就是没事了 哎 有人说了 说要弄清这个问题啊 咱们还是先搞清楚 他为什么会有这个嗜好 哎 这个事呢 还得从十六年前的一天说起 那时候呢 还没娶媳妇的彭宗柏 他路过一个山头 结果呢 在路边啊 就看到了一个孤零零的女人 看样子呢 挺可怜 哎 这个女人呢 那就是黄埔乡 当时呢 他看这黄埔乡啊 不声不响的呆坐着 哎 就问他 说从哪里来的呀 怎么不回家呀 哎 没想到这黄埔乡就哭了起来 说自己从云南过来 被前夫家啊 赶出来了 没人要了 在这里流浪 那么当时呢 彭宗柏都想到自己还没有结婚 刚好呢 这个女人呢 又这么可怜 俩人呢 就结个伴 凑合着过吧 哎 这么着 俩人呢 就在一块了 他俩结婚以后啊 彭宗柏呢 并没有觉得他和常人有什么不同 那一直到第一个孩子出生以后呢 这彭宗柏就发现这黄埔乡啊 总是在夜里面背着他偷偷吃东西 刚开始啊 彭宗柏以为啊 说他是不是白天没吃饱 晚上偷偷吃零食呢 可再想 说不对呀 家里这么穷 哪来的零食啊 想到这儿呢 他开始注意黄埔乡的口袋 这个发现呢 让彭宗柏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当时啊 他是又气又急 你说 虽说家里穷 没什么吃的 可也不能让自己的媳妇吃黄土啊 从那以后 他再看到黄埔乡吃黄土 都会直接给他丢掉 把他打死把他打饿 丢了 丢了他就捡起来 捡起来好 你去以来他不怎么样意思 比这个火销 这个网图怎么样的吃 就看到七了几天 看到他没去什么困境 他不就念他吃 可蓬子白 他也不可能24小时看着他呀 所以呢 这个习惯 他就没改过 而且呢 以前怕丈夫嫌弃他 他还偷偷摸摸的吃 现在可好了 反正都被发现了 你要是一天不让他吃土 他就躺在床上不起来 彭总白啊 这才知道 原来这黄埔乡和前夫离婚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有这个奇怪的嗜好 时间久了呢 彭总白就发现 黄埔乡吃土 也没吃出什么毛病 而且生下来的孩子呢 也都挺正常 那只好任由他吃了 很快 村里一个外地媳妇爱吃黄土的消息 哎 那就在仁治村呢 传的沸沸扬 有人说 这就是个神经病 整天也不说话 见人就躲 还吃土 那不是神经病是什么呀 也有人说了 说他肯定是得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毛病 靠吃黄土治疗 总之啊 一个比一个说的难听 黄埔乡倒是不在乎 把这彭松白给计划 说自己家媳妇怎么能让人说长道短呢 不行啊 得找出他吃黄土的原因 说干就干 彭松白呢 先是去一趟黄埔乡的老家 云南啊 他想弄清楚 这黄埔乡的家人 那是不是也有这样吃黄土的习惯啊 这有没有可能是某个少数民族的风俗 结果呢 发现 没有 听见没 他家呢 不仅没有这个风俗 而且呢 人家在家 他就没吃过 那是怎么回事呢 哎 彭松白呢 忽然想到 他刚认识黄埔乡的时候 他说自己在流浪 那有没有可能是流浪的时候 他没有饭吃 染上了这个奇怪的习惯呢 你那时候推测 他为什么要吃那个黄土了 不听了 别说他身体缺少 缺少一点那种什么元素 打开来 估计他要吃 没有跟他去饮饮 他像水药鬼 可能在晚上里面的 几岁医生就卖 卖元素 想到这儿啊 彭特曼的决定 再带黄埔乡呢 去一次医院 看看他是不是 真的体内缺什么元素 他需不需要 适当的补充一下 然后呢 改掉这个吃土这个毛病 这打个套号呢 打电开始的时候呢 我化掉他了 没想到这一次医生呢 在了解了黄埔乡的 全部情况后 直接就认定了 他是得了典型的 意识症 在医学上呢 这种症状呢 我们叫意识症啊 他一般的是 多发育一些农村的 贫穷地方的人群 比较多一些 顾名思想的 异常的一种嗜好 比较嗜好一些 像这个病人的 这个泥土啦 玻璃啦 小铁块啦 头毛发啦 就等等一些 医生还说了 说这种意识症啊 会导致病人 严重的营养不良 把肢体瘦弱等等 咱们再看黄埔乡 可不是吗 啊 就剩皮包骨了 而且呢 医生认为 黄埔乡之所以会吃黄土 原因就在 它的肠道里面 有大量的寄生虫存在 最常见的原因 就是跟肠道寄生虫有关 特别像 常见的寄生虫呢 这常见的就是一个回虫 一个钩虫 以往我们的经验中呢 最常见的还是钩虫 它构成了导致我们一个消化大的一个慢性失血 然后体内缺甜 然后导致这个病人呢 然后这病人呢就不自觉的通过意识 这些异常的东西来实际上也补充体内缺乏的甜 既然原因找到了 那怎么治疗呢 关于这一点呢 医生说不难 只要从基本的卫生习惯下手 配合药物治疗 驱逐寄生虫 并且呢 合理的增加营养补充 那就可以了 另外 因为黄埔乡吃土 已经有了十多年的时间 就跟戒因一样 你要完全克服啊 还需要一定时间的心理辅导之类 当然了 因为黄埔乡吃土的时间太长 这对他的身体呢 已经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那这些身体上的损伤 已经无法挽回了 可如果是十年前 在他的这个怪癖 刚刚被发现的时候呢 他就及时的进行制止 或者是介入治疗 那就很容易治愈了 那在这呢 红宇呢 也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提个醒 这意识症啊 实际上 它也是一个挺常见的病症 你像一些孩子 他喜欢咬指甲 他喜欢吃头发等等 这都属于意识症的范畴 那一定要及时的制止 早治疗 早发现 好了 感谢收看今天的精进传奇 每周日晚21点15分 江西卫视江中猴姑 带着爸妈去旅行第二季 性感女神柳妍 后者姐谢一林 迎平应害杨志刚 百变花美男孙坚 行男应小天 五位明星呢 全心出发 带着爸妈 玩转年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